大家好,欢迎来到飞飞的家。 扫子面,以宝鸡的旗衫,扫子面最为正宗,但做法却依然多种多样。 经过多次尝试,今天将我们认为最好吃的扫子面做法分享给大家。 正宗不正宗不知道,但肯定是最好吃的。 我们将做好扫子面概括成四个部分。 按照这四个部分去做,你一定能做出好吃的扫子面。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。 在做第一部分之前,先将干黄花菜。 黑木耳用温水泡上。 第一部分,肉扫子。 猪肉,我们选用五花肉。 将五花肉的肥肉和瘦肉分开。 都切成一公分建方的丁。 瘦肉有500克,肥肉有300克。 香料,我们用了香叶。 八角,桂皮,肉扣,丁香,小茴香,花椒。 以及一小勺十三香。 再加上葱段和生姜片。 首先,在炒锅里倒入一点点油。 倒入肥肉。 小火,慢慢倒。 将肥肉里的油脂熬出来。 肥肉变成焦黄时,下入瘦肉。 翻炒至瘦肉变白。 基本没有水汽时,加入葱段和姜片。 翻炒出香味。 加入两大勺红辣椒碎。 翻炒出干辣椒的香味。 和肉混合均匀。 下入所有的香料。 翻炒均匀后。 将其倒入一个铸铁锅里。 加入热水,基本盖过肉。 然后盖上盖子。 小火煮20-30分钟。 这期间,来做第二部分。 第二部分,塑扫子。 六块香干。 切成和肉丁大小适当的丁。 切好后,装入盘中,备用。 两根胡萝卜。 也切成和肉丁大小差不多的丁。 切好后,装入一个盘中,备用。 一个西红柿。 切成大小适当的丁。 装入盘中,备用。 接着,将泡好的木耳和黄花菜洗干净。 挤干水分。 木耳切成小片。 黄花菜切成小段。 装入盘中,备用。 这就是塑扫子的全部食材。 这是我们认为,最好吃的塑扫子的搭配。 在炒塑扫子之前。 再准备两个必备佐料,韭菜和鸡蛋片。 将一小把韭菜洗干净,瀝干水分。 用熟食菜板,切成一公分左右的段。 放入盘中,备用。 碗里,打入两个鸡蛋。 加一点盐。 搅拌均匀。 平底锅里,倒入一点油。 将鸡蛋倒入。 摊成鸡蛋饼。 摊好后。 放在熟食板上。 切成一公分渐方的片。 装入盘子里,备用。 这个时候,再来给肉扫子调味。 一大勺生抽。 一小勺老抽。 一大勺料酒。 一点盐。 搅拌均匀。 再盖上盖子,用小火继续炖。 现在来炒酥扫子。 炒锅里,倒入两大勺油。 下入胡萝卜。 翻炒至胡萝卜变软。 将胡萝卜推至一边。 倒入葱花。 翻炒出葱香味。 接着,倒入西红柿丁。 翻炒至西红柿变软。 倒入香干丁。 翻炒两三分钟。 倒入木耳和黄花菜。 继续翻炒一两分钟。 加两大勺生抽。 翻炒均匀。 最后,根据自己的口味。 适当地加鸡精。 盐,调味。 继续翻炒一两分钟。 速扫子就好了。 将其装入一个大碗里,备用。 哇,真香啊! 接下来做第三部分, 扫子汤。 锅里烧半锅水。 加一小勺盐。 一大勺香醋。 一小勺鸡精。 六大勺油辣子。 搅拌均匀。 煮开后,就可以了。 盐和香醋的用量, 根据自己的口味, 可做调整。 这个时候,肉扫子也好了。 我们来做最后一部分, 面条。 我们是买的这种手擀面, 只需要煮三分钟就好了。 如果自己做手擀面, 最好提前做好。 面条煮好后, 装入一个大碗里。 在上面, 放些素扫子。 肉扫子。 鸡蛋片。 撒上韭菜段。 最后, 浇上扫子汤。 一碗香喷喷, 让人看了流口水的, 扫子面就好了。 赶紧收藏起来, 试试吧。 好啦, 就分享到这。 谢谢收看, 下集见。 谢谢。